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我們今天的會話篇 就講一講經常都會用到的 koso a 那什麼是koso a 大家可以留一想 你平時聽日文或者看日劇的時候 會聽到kore la,sore,are 或者是kono,sono,ano 甚至是koko,soko,asoko 以上是koso a koso a ne,no,ko 分別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把它拆開來看看 好,我們先講一講koso a 分別是代表什麼 koso a是什麼時候用呢? 當我們兩個人聊天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解釋 koko就是近我的 如果so是近你的 就是近對方 如果a是在很遠處 就兩個都不近的 至於ne的話 是用在死物身上的 所以用kore的話 就是近我 用sore的話 就是近你 但因為說話的人是我 所以我就要說sore 如果是你自己說的話 你就要說kore 然後最後第三個 are就是兩個都不近的 在很遠處的時候 而我們在聊天 我們就會說are 好,然後下一個要說no no是代表已經知道的東西 或者是已經知道的人 所以是可以用在生物或死物身上的 好,第一個 kono的意思呢 koko是近我 kono neko kono neko是我用的 sono neko 就是有一隻貓很近你 或者anoneko 就是完全不近我們 那隻貓呢 大家都已經知道 那隻是一個怎樣的貓 這樣才可以用的 好,然後第三個要說的 就是koko,soko,asoko koko koko是解釋這個地方的意思 所以koko就是這裡 是近的 soko就是遠的 不近我自己的 而asoko就是很遠處 都有一段距離 那時候就可以用了 如果敬語版的話 就可以說 kotira sotira 或者achira 在敬語的時候 也可以用到人的身上 我們遲這個機會再說吧 以上就是今天要說的 koso a kore,sore,are 或者是kono,sono,ano koko,soko,asoko 所以大家記住 koko,soro,a 是分別代表這個距離 然後後面的ne,no 是代表死物 或者生物的時候用 或者koro 是用地方的時候用的 這樣去記住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不明白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就要有什麼想我教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ja,modo ne byeby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邊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ja,modo ne byebye